因为一开始的话中专毕业学的是电机自动画 没有一些太多的系统性的学习 所以说不知道自己将来该干什么 最后的话想通过不断地实践一些工作 像类似于大学生的一些实践啊 实习机之类的 你这八份工作跨了几个行业 一二三四四个吧 四个行业 其实在苏宁电器的那段日期的话 方向其实基本已经定了 但是后来想去更加系统学一些技术 所以说才去学的自学的平面设计 然后平面设计学好了之后 想更加深入一点 就是学了一些3D 3D之后去就是职业的正轨了 3D建模 那你最近在干什么呀 最近的话是在上一份是在一个车后市场的系统里面 做ERP和一些APP的产品经理 你看你以前做过服务 销售 设计 督导 现在已经定了 就是做设计 对 是吧 做产品设计 那你要求薪金多少呢 9K 有地域的也要求吗 最好是上海 别的地方也考虑 但是最好一两年之后能够回到上海 其实我觉得典型上海男人的一个特质 是做工作特别细腻和细致 我觉得一个产品经历 其实有上海男人特质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例子可以举一下 就拿第一次去接了一笔我们自己公司的业务吧 因为那是创业公司 第一次的话 其实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也没有翻任何的资料 因为我的习惯是客户要求什么 我自己去琢磨一些做些什么东西 所以说当时他们很匆忙 两个星期跟我要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是当晚直接联系了程序 然后当晚直接做出了方案 直接给到他们 然后这套方案最终也是用了 最后两个星期之后 他们就来上海跟我签约了 其实回答这个浩阳的问题 我觉得你回答了你做事的效率 你说你两个星期 这个你很快就把这个方案出来了 但是他其实问的是 你怎么样体现 你做的非常细致 因为产品真的细节学进程吧 这样吧 你待会在PPT里有没有产品 有 有 待会大家可以在PPT当中慢慢欣赏 再去问一些他设计方面的一些问题 好吧 九千 对 最好能够两年之后回到上海 之前全国各地都可以 对都可以 是吧 只做产品 产品 别的不考虑 对 来第一轮选择去考虑 先生我有猜 你是没有工作岗位是吗 对啊 我好不容易遇到一个上海的 想去上海 没有工作岗位 对 但是他这个对 跟我那些 来我来看看他的作品 这个是一些3D的设计 左边的话是一个手绘的游戏的模型 右边两个的话都是一些次时代的作品 然后这是我算是主刀的吧 模型和UI都是我做的 程序也是朋友一起做的 这个项目不过最终是没成 但是我觉得这是做的最好的一个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一个手电筒 手电筒 对 因为他们是做照明设备 工业照明设备 所以说对于一些细节的剖析会比较详细 所以说我特意加了一个产品展开的一个结构 这个就是在汉兜信息科技做的一个APP 是为中国人寿财险做的 他们公司因为做这款APP 主要的要求就是为买过他们保险的人 去做一个优惠券的发放 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了 当然一些 我细致在哪里 这边可以提一下 因为我们领导说 我做的原型图就是像直接能用的一样 UI什么都是直接可以用的 其中有差约40%到60%的UI都是出自我失手 所以说UI在我下面应该会很轻松 就是从传品经理的角度来讲 产品经理如果把这个产品原型做得太细 让这个UI不用改什么 这是产品经理在跟UI抢活 这样的产品经理其实是做不好的 因为他会纠结于自己 我以为这个图做得太漂亮 我要改一改 太难了 我要把它改动的话可能不舍得放弃 这个习惯确实不太好 这个APP用户需求是什么 你能列出你的这个用户需求123吗 用户需求第一点是国售财 他们需要一个软件去帮他们管理这些买过保险的人 去享受他们国售财提供的服务 我说的是用户需求不是客户需求 用户需求 对那个国售财是客户 但是真正用你这个APP的人 那个最终的那个用户 他们是什么样的需求 能够更快地找到附近的门店 能够做服务这些那个项目服务的门店 那以这样的一种需求的话 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设计 123这样三个模块 然后呢中间为什么又放了三个按钮 你的一个出发点是什么 第一这样排布和这三个按钮 是根据大众的一些软件去 然后第二点的话是 这三个都是常用按钮 所以说是需要放在这比较醒目的位置 小钱就是这样 如果你要做一个产品经理的话 首先你得搞清楚 你做设计的时候用户怎么样 就是他的需求是哪些点 然后呢你的这个布局 是为了能够满足他的需求的 我觉得至少他没有表述出来 他对这个产品的一个逻辑 就是设计的一个逻辑 所以你的意思是 如果跟雷涛刚才的问题结合起来 就是说他比较适合做设计 倒不适合做产品 未必 他也不一定适合做设计 但是做产品经理的话 我现在至少没有看到 他的一种逻辑性 我其实是觉得 你说的那些用户体验的需求 因为关系正常家陈昊没来 我是分析了他的一个APP 我觉得直接可以讲一下 陈昊的没关系 他不在 我们都可以评判出来 下页谢谢 然后这个是针对 陈昊优胜教育的APP的分析 第一幅图片 它的下拉框是一个半透的形式 如果是作为一个半透的形式 后面可以看到一些字 用户体验我会感觉不是太好 然后第二的页的话 是进行一些筛选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APP针对的主要是家长 家长用这个APP来给他的孩子选课 所以说我觉得 在筛选老师的条件上不能有这么点 然后第三页的话 我觉得进入到一个课程 首先家长我认为看的不一定是课程的优惠 或者说是一些课程的具体细节 反而应该跟第一眼关注的是 教师它长什么样 如果说一个老师长得凶神恶煞的话 我觉得家长肯定不太愿意会往下看 这是对于用户体验的一些简单的分析 你为什么觉得家长是第一印象 就是老师是长得什么样是最重要的 你做过一些家长访谈吗 那倒没有 因为首先 这是你的感觉对吗 你先听我说 第一因为如果说教师给孩子辅导课 那么教师这个形象 对学生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 我可以告诉你 我做教育十七年 家长把老师的长相 可能放在前十个都不会有的一个选择里边 所以你做一个产品经历 其实最核心的是 你要从用户里边去调查这个需求和他们的感受 这个习惯你是没有呢 还是只是在这个里边 你觉得你疏忽了和大意了 不 因为这个APP我是想简单地分析一下 所以说拿出了我自己的一些观点 没有实际去调研 我觉得这是个习惯的问题 就是说你是不是习惯于以你的角度去看问题 其实我会进行调研 其实我倒是从他的这个身上看到了一个从UI转向产品人员转型的一个轨迹 挺明显的这么一个例子 他还是从UI的角度在分析这个产品的东西会多一些 但是我相信随着他逐断地了解成长 他一定会从用户体验的角度 用户使用痛点的角度和业务的角度去思考的更多 我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做一个产品助理 我相信他应该还是胜任的 应该还是胜任的 你这个简直是特别奇葩 他没有体现出任何你说的 他胜任的和你相信他能做到的这个特质和潜质 他已经开始在分析这些东西了 这就已经跟原来做UI拉开差距了 对吧 第二他非常的准确地把它定位在产品助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的意思是他一般什么都不想吗 就你觉得他已经是很好了 不不不不 对不对 他做出了一个非常厚的幅度 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他的分析方法的问题 你刚才提到的他分析方法的问题 这个确实他有问题 但是他还要一步一步前进 但是更好了吗 角度不一样 我觉得是这样的 立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产品 我以前是腾讯的产品总监 从我的专业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他绝对是一个不错的产品助理 你觉得他是个不错的 他刚做了三个月的产品助理 我觉得能做到这样的程度 我很惊讶 坦白讲我很惊讶 你认为他是很好的 以腾讯的标准来讲 我认为他有很好的潜质 这点我倒同意这个X2参加和这个金星的意见 我觉得不要为反对而反对 作为一个产品助理来讲的话 他想的不一定能够到点上 他抓的不一定对 但是他知道我们能看到 只是他知道去朝这个方向想 完了之后的话 他也会去做一些他自己的调研 虽然说样本量不够 但我觉得他是具备一个产品助理的 一个基本的素质的 但是显然是他是需要培养 需要锻炼的 好好好好 大家对于他是否有做产品经理助理的前置 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 你喜欢你就留 你不喜欢你就别留 来第二轮选择去或留 还有七盏灯 来我们来听一下他们的职位 那我们给你提供的职位呢 是我们这个一款APP 时尚购物类的APP 恋物剂的产品助理 工作地点在北京 我给你的职位就是我们 回员营销的宝菌项目组的产品助理 工作地点第一期是在北京 我提供给你的呢 就是这个我们客户的APP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这样的一个助理的职位 工作地点呢在北京或者是总部天津 现在在你面前给你提供职位的 是中国最优秀的产品经理之一 必然 对 过来做产品助理会坐在我的附近 然后我会来带你 让你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优秀的产品经理 我给你的一个职位呢 是触保电话的一个APP的产品经理助理 工作地点在上海 我觉得我能给你提供的是标识网的产品经理助理 信仰给你的呢也是产品助理的岗位 但是我们工作地点在北京 所以这个你要考虑一下 我们都不想说两句话 就是说大家有没有看这个商业计划书啊 你们觉得给一个产品助理 他写了一个这样的商业计划书之后 你们觉得给他一个这样做产品经理 或者产品助理的职位 你们觉得心安吗 不是 我想问 你们公司的产品助理能写商业计划书吗 写商业计划书根本就不是考核 他的产品助理能力的其中的一部分 产品助理不需要写商业计划书 对的 所以 他之前之后也没有做好过产品 对吧 也没有做出一款好产品 我想产品助理 然后呢 也没有基本的产品经理的常识 正因为他没有做过好的产品 所以他只能做产品助理 很多产品经理也做不好好的产品 来 立总 这突兵的是雷涛竟然说要亲自带 一个这种潜质的人物 我觉得你见过好的产品经理吗 你会心思 稍等啊 稍等啊 他像土磊说的 专心做 把我的话筒提高 这年头就是生大压死人 我压不死你 是这样的 第一 这个小伙子有话要说 我们想让他说话 第二 立浩阳 你反反复复用一些富有攻击性的词汇 这种人 对 他是哪种人 这种人 男人 对啊 但有些男人穿得很绅士 说话一点不绅士 我们听当事人说 当事人一直都没说话 感觉反击了 其实呢 我觉得 产品呢 我确实不是专业的 但是我觉得立总应该是专业的 但是感觉立总的 那个朋友一乡做的也不是特别好 因为前两天我也 那个看了一下 不是说你不好 但确实是不好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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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